第四十四课 标题是上主是我赖以看见的光明 这个光明两字稍微做一点解释 我们不能那个神神叨叨的以为 什么修行啊修行到后面看到上主了 见到多亮的光了 看到金黄色的光啊 看到什么多耀眼的白光啊那些东西 不是那个意思啊 这个标题呢 它是说我们真正需要看见的时候 就如同我们在黑暗当中一片漆黑 伸手不见五指 连自己手指头都看不到 那如果我需要看见的话 要怎么办 要开灯吗 都需要有光进来 不管它是一道光 一道阳光 还是一个灯笼 还是一盏台灯 总之我们需要光明 所以这个标题的意思是 上主啊 我们用会见去看的时候 上主是我赖以看见的光明 我要用会见怎么办 这个光明是一个比方 我需要一盏灯 而这盏灯就是上主 是这个意思 接下来我们看第一段 这个第44课呢 是在第43课的基础上 更进一步 我们首先看到第一段第二句 以及第三句的前半段 你无法在黑暗中看见 而你也无法造出光明 你只会制造黑暗 然后以为自己在暗中看见了 这是什么意思 小我运用排斥最拒旧 对外投射的这种方式 营造的世界 就是这句子当中所谓的黑暗 这个黑暗是一个比喻意义 所以说呢 小我在这个投射出来的 支箭投射出来的这个世界当中 其实什么都看不见的 因为它是作为一个形象 形象是环境的一部分 形象没有看的能力 对吧 之前我们分享过 并且呢 小我也没有办法造出光明 他要造呢 只会继续 嘴句就对外投射 继续营造黑暗 继续用这个方法 营造世界 对吧 然后呢 他以为自己看见了 他在这暗中看见什么了呢 在没有这个光明的条件下 在会见进不来的条件下 目光所及一切 小我只能看到 哀伤痛苦恐惧失落 等等 这些东西 接下来看 第三句的后半段 以及第四句 他是这么说的 但是 只有光明能够反映生命 因此 它是造化的一部分 造化与黑暗是无法并存的 而光明 必与生命同在 它们乃是 同一造化的不同面向罢了 光明能够反映生命 它是造化的一部分 造化指的就是 真实之境的 一体创造 要反映生命 你要看清楚 在 要 这个 黑暗当中 什么都看不见 那要看见 要怎么办呢 就需要光明嘛 是吗 所以光明 是反映生命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因此 这里说 它是造化的一部分 第四句 造化与黑暗 无法并存 也就我们说的 意愿和二元没有交集 真与幻没有交集 而光明 必与生命同在 这个生命 就是我们之前介绍 念念相续 对吧 念念相续 我们以为 我们二元对立的世界 是有生命的 其实呢 是我起心动念的时候 随着我心念波动 一张一张的照片 出来之后 连续播放 像看电影一样的 我以为这个是动态的 是活的 是有生命力的 其实呢 没有什么生命力可言 都是营造 都是一张一张相片的 连续播放 所以啊 只有真实之境 一体的创造 才是那个生命力 而这个生命力呢 本身 它跟光明 因为只有光明 能够反映生命 那么所以才说 它是同一造化的 不同面向 也就是真实之境 一体创造的 两个面向 光明与生命同在 然后我们看到第二段 第二段的头三句 你必须先认清光明 出自内在 而非出自外在 才可能真正看见 你无法向自身之外去看 连看的装备 也不在你的身外 看见的 看的基本装备 乃是使人得以看见的光明 这个部分就是在说 我们不是要向外去求一个 根本不存在的东西 而是我们要知道 我们赖以看见的 这个赖以看见的 使用的这个装备 就是我们 内在的 出自我们内在 我们的基督自信 菩提自信 我们内在这个清明的部分 我们只要先 记得自己是上主之子的身份 记得自己 内在基督自信 菩提自信 是我们光明的部分 并且这个光明的部分 就是我们赖以看见的 基本装备 即可 就是这前三句话的意思 然后第四句 他说道 这光明始终与你同在 为此 会见在任何环境中 都可能出现 所以这个基督自信 菩提自信 就在我们里面 所以我们走到哪 他就在哪 那么会见 在任何环境中 都是可能出现的 换一句话说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 第41课的标题 不论我往何处 上主与我同行 我走到哪 我的基督自信 就在哪 而与我 对吧 圣灵 是能够 作为真和患的 这个唯一联系 是能够把我 跟上主联系在一起的 所以 所以不论我往何处 上主与我同行 不论我往何处 光明始终与我同在 因此 会见在任何的环境中 都可能出现 端看我们自己 是不是愿意 在每一个片刻 去运用这种会见 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五段 他第二句的时候 又说到了 我们在采取 今天这个练习方式的时候 仍然可能感到 强大的抗拒 就如同我们在 第27课 首要之物 我要看见 讲解的时候 所提到的 当时我们说了 这个练习 我操作起来 我一天做了几次 我忘记了多少次 可能忘记的 比做的还要多 这时候其实已经 很好地反映了 我们潜意识当中 对我们的表意识 有多抗拒 对我们所谓的 想要学习一套新的之鉴 走上解脱之路 这种表意识的想法 有何其的抗拒 对吧 但是 抗拒本身 不是问题 因为当我们看见 抗拒的时候 我们是有办法处理它的 我们知道怎么处理抗拒 我们可以跟我们的抗拒 在一起 我们可以观看 等待 不判断 不赢 不拘 不相随 对吧 这是化解抗拒的好时机 真正的 问题 不是抗拒 真正的问题是 我看不到自己的抗拒 那就全在脑子里了 一点落地的机会都没有 对吧 所以这个是真正 不管你上天 入地 就是门都没有 所以我们不要害怕 不要评判 自己的这种抗拒 如果能感到抗拒 没关系 一点毛病都没有 我们只要去运用 奇迹课程的 这个 完美目光 运用真宽数 去化解自己的功课 就行了 而这个 恰恰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这种契机就在于 我跟真实的自己 有那么点连结 对吧 当我的情绪起来的时候 当我的评判起来的时候 我才知道 好吧 我的潜意识 在反对 那么这是跟真实的自己 建立了连结 这是一个良好的开始 所以千万不要 对抗拒 产生任何的抗拒 这个就已经足够了 接下来我们看到 第五段的四五六句 当你这样练习时 表示你舍弃了目前所有的信念 以及自己造出的一切想法 这其实是你由地狱解脱之道 然而在小我的眼中 却如同失落自我 现身地狱 这就像我们之前打过的比方 当一滴水 要消融自我 消融个体性 回归整体 也就是说要回归大海的时候 融入大海的时候 咱们看似 哇 融入一体之境 不生不灭 永恒 哇 好厉害 好圆满 那滴水可不这么想 那滴水的真实想法是 你非扔死 我不可呀 你这是要我死 而且是非死不可 是吧 这才是那滴水 作为一个个体性 真实的想法 所以当我们走上这个修行的 这条路的时候 如果 小我发生抗拒 这太正常了 小我的抗拒 它绝对是 吃奶的劲 浑身解数 致命一击 绝对是这些功夫 十八万五亿 样样 都要来一遍 抗拒到底 誓死不从 绝对不肯 消融这个个体性 把一滴水 回归大海 它是这么干的 我们在这路上 如果发现自己抗拒 没关系 很正常 相反 如果我们能够在 鸡脚嘎栏里 都看见自己的抗拒的话 那只是说明 我的觉察 提升了 不是说我的修行 出问题了 抗拒很正常的 看着自己抗拒 也是可以的 有能力消融这份抗拒 也是可以的 好吧 让我记得我们第十三课 那个标题是 无意义的世界令人恐惧 那一课分享的时候 我们有个群友说了 我好像感觉不到 那种恐惧 那我这练习 是不是可以不练啊 练习练不练 那个都是助缘 自行选择 自由选择 就可以了 但是 如果 我们真的 对无意义的世界 不那么恐惧的话 何必要小我 迫不及待的 在那 在那一片 无意义的空白上 立马去建立 自己的理念呢 所以换一句话说 我们是很恐惧的 只是我们呢 没有直接的感受到这种恐惧 但当我们修行路上 遇上抗拒的时候 我就知道了 好吧 我这份抗拒 就是来自于 对无意义世界的 那一份恐惧 好吧 感受一下 可能略带抽象 今天我们进入 全然允许练习 如其所示的第一天 这个练习呢 是在持有观察者 角度上进行的 训练 超越二元的眼光 重新看待一切的发生 我们今天暂时分享到这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